Hello 大家好 我是Sarah 又回到了每周的近況更新啦 到了夏天真的超級多活動的 最近的天氣還蠻多變化的 雖然現在已經七月中快要七月底了嘛 所以有幾天都忘了 其實外面可能才15到17度左右 然後我就穿著短袖出去 然後才發現天啊 好冷 大家最近出門呢 還是戴這件外套比較好啦 那今天是有六個活動要跟大家分享啦 第一個活動呢 想要問大家喜歡看棒球嗎 從這周三開始呢 會有精彩的棒球國際錦標賽哦 來自台灣貝比魯斯聯盟的15位國中小學生呢 來溫哥華進行這場國際錦標賽 來自台灣的小朋友們 在上週日的時候抵達溫哥華了 所以最近就要開始進行比賽了 先來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貝比魯斯聯盟 2020年呢 美國的貝比魯斯聯盟呢 在台灣這裡也分佈 美國貝比魯斯棒球聯盟 還有威廉波特世界少棒聯盟 和美國小馬聯盟呢 是並列的三大棒球聯盟 可以透過全國少棒錦標賽 來選出台灣的代表隊 代表台灣參加國際規模的 美國貝比魯斯少棒世界大賽 對這些小孩來說呢 其實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在前陣子呢 是募款平台上呢 也已經募款成功 幫他們募支到了可以出國比賽 包括住宿啊機票啊 以地訓練等等的這些費用 讓他們可以出國參賽21天的時間 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呢 一定要去球場上支持一下啦 那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這幾天的賽事 7月19號晚上6點是在Delta 7月20號晚上是到了UBC的比賽 7月21號早上11點和下午1點半 各有兩場的比賽是在Richmond 7月23號的下午1點半呢 是在Landley比賽 所以總共會有6場的比賽在BC省進行 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啊 那他們在文康華打完比賽之後呢 就會到美國舊金山繼續去訓練 繼續去比賽 所以台灣隊加油哦 第二個活動呢是珍珠奶茶街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3月初的時候參加了珍乃捷的記者會 所以終於盼到這天了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那時候還覺得3月初還很久 結果一下子咻一下 就來到了要辦珍乃捷的時間 珍珠奶茶捷呢 是在7月22號和7月23號這兩天 禮拜五呢是從早上11點 就開始一直到晚上的8點 23號呢是從早上的11點 一直到下午5點 當然還有其他的街頭小吃 所以大家可以吃到像是 烤香腸啊 滷肉飯啊 牛肉麵等等的美食 還有一些遊戲可以進行 那這個遊戲還蠻有趣的 它是跟珍珠有關的 那大家去了就知道 感覺很像原油會很熱鬧的感覺 門票是10元的加幣 大家可以到現場去購票 或者是你先到官網上 那它會連到飯糰外賣的APP 再到APP上去買票 買票之後呢 你只要到活動現場出事 你的結帳頁面就OK啦 大家記得要去參加啦 你可以一次喝到很多的珍奶 關於減肥的事情就明天再說啦 第三個活動是 Honda Celebration of Light 這個活動其實之前已經有跟大家分享過 只是在跟大家提醒一下說 這個煙火節的比賽呢 就在這個週末了 所以大家如果去玩珍奶節呢 就可以馬上去看煙火啦 那7月23號的煙火比賽呢 是日本隊的演出 7月27號是加拿大隊 7月30號週六是西班牙隊 總共會有三場的煙火表演 那這個煙火表演 它的煙火施放地點 就是在English Bay 那它是在船上發射煙火的 都是在晚上的10點開始 持續25分鐘的時間 提醒大家 如果你沒有購票的話 真的要早點去 它也可以購票看煙火 主要就是你可以聽得到 煙火表演搭配的音樂 比較不會被人群擋住 但是票價就是會比較貴一些 是從57元到190元 三種的座位去可以選擇 那現在都還可以購票 前幾年呢 我們都是直接去海灘卡位 離那個煙火施放點比較遠的話呢 你可能聽不到現場的同步音樂嘛 所以你可以自己播放廣播電台的音樂 但是呢 會有一些回音的效果 而且有的人可能開錯電台 就蠻有趣的 就是你會聽到非常多不同的音樂 除了煙火表演之外呢 在煙火表演之前會有一個熱身的表演 三晚都會有AIRSHOW 就是航空特技展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看煙火的話呢 記得這三天的時間囉 第四個活動呢 是Suri Fusion Festival 這個活動呢 今年已經是第15年了 會有很熱鬧的音樂表演 還有非常多各國的美食 像是有來自印度的料理 哥倫比亞的料理 還有非洲烏克蘭等等的料理 會有40幾個攤位 有200多的表演 也會有小朋友玩樂的地方 會有那種小小的工作方可以參加 小朋友到大人都很適合的一個活動 那這個活動是免費的 是在Suri的荷蘭公園裡 活動時間呢 是在7月23號到24號哦 好像很多活動都卡在這個假日 大家要好好規劃時間 就是看怎麼樣可以每個都去到 第五個活動呢 是文革華同志大遊行 是在7月31號這天 從中午的12點 一直到下午的3點 那遊行的路線呢 會經過Rubson Street 還有Diamond Street 和日落沙灘 在日落沙灘呢 還會有表演 所以大家如果對這一活動有興趣 可以去加入他們的遊行隊伍中 可以去了解一下 溫哥華的同志文化和歷史哦 接下來是第六個活動 也就是今天最後一個活動 是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那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呢 今年是從8月5號 一直到8月14號的時間 都可以欣賞到來自台灣 精彩的電影 今年的電影節呢 也終於是回歸到了電影院了 電影節在去年和前年 都是以線上播放的方式為主 真的是非常想念 可以在電影院看到 台灣電影的這天 今年的主題呢 是生命調色盤 靈感呢 是來自於電影的術語中 用來分析畫面 光影色調 還有情緒的調色盤 每一部的電影上呢 除了大家所看到 畫面上的多彩多姿之外呢 背後呢 有更多形形色色的人 加入在這其中 在大家的生活中呢 其實也有許多這樣的人 存在著在未世界上 增添更多的光彩 2022年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呢 就是以這個概念為出發點 來做延伸 選出了有11部的長片 那這長片呢 有包含了紀錄片 三部的短片 還有三個專題講座 你可能可以感受到 每個人雖然都是 完全不同的個體 但是可能呢 都會有一些共同點 也就是 大家其實都可以活得很精彩 可以活得獨一無二 這些呢 主要就是讓大家看電影去感受一下 放一陣風吹冷 風吹飛上天 為了你而祈禱而祝福而感動 總被你聲音消失在你 要讓我們不要唱了 我們的聲音又跟他們不一樣了 為什麼不一樣就是錯的 布農主唱歌音或許會不準 但是會有一起不準的好聽 原來這世界上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噩夢 那他們會消失嗎 任何東西到最後都會消失 今年的實體電影的放映 主要是8月5號到8月7號 8月8號一直到8月14號呢 主要是線上的放映 關於片單呢 大家可以去看看他們的 溫哥華台灣電影集的官網上 有哪些你有興趣的電影 我覺得每一部都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電影 所以呢對我這種有選擇障礙的人來說呢 就會每一部電影都很想看 所以來說到票價的部分 他們票價總共有分4種的選擇 搬場的電影票是12元的加幣 那你也可以購買所有的電影 就是看到寶 包含了專題獎作也都是 所以你可以就是三天的時間都泡在電影院裡面 沉浸在這些台灣的電影裡 迎戰套票是100元 所以超級推薦給有選擇障礙的你 還有我 你也可以購買雙人套票 就是你可以找朋友或是家人呢 兩個人一起選擇同一部電影 那這樣也會比就是購買單部電影 免疫邪邪那雙人的套票是22元 你也可以選擇四張40塊的套票 可以任選四部的電影觀賞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電影集有興趣的話呢 真的是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去支持一下 還記得2019年 我們去電影院觀賞這些台灣電影的時候 真的覺得蠻感動的 因為你真的會沒有想到說 在溫哥華呢 你也可以在電影院裡面 看到台灣的電影 還有導演的應後訪談 導演一講完呢 大家都起身鼓掌 那種感覺真的是很感動 就是你在家裡是沒有辦法體會到的那種 而且大家凝聚在一起看電影呢 又是另外一種氛圍 以前有去看過溫哥華 台灣電影節的大家 是不是一樣也有這樣子的感覺呢 今天呢一樣也要抽出電影票啦 抽獎的獎項是 兩份的雙人套票 怎麼抽獎呢 就是大家留言告訴我 你想要看今年 溫哥華台灣電影節的哪一些電影呢 會在下週二的時候呢 在留言欄裡面公布哦 我提醒大家一下 就是如果大家有來留言的話呢 大家要記得再回來看這些留言 就是有沒有抽到名 所以大家記得一定要來留言 支持一下溫哥華台灣電影節 這邊也小小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在這幾年呢 都陸陸續續呢 有跟溫哥華台灣電影節的工作人員 有合作有接觸 真的可以感受到他們的熱血 他們為了要辦這個活動 背後做的努力 那為了這個電影節呢 大家團聚在一起去發想去討論 今年要怎麼舉辦這樣子的活動 除了看電影去支持台灣電影之外呢 我覺得呢 也是很好的機會可以去支持一下 這些在溫哥華台灣電影節工作的 這些工作人員 所以呢 大家務必要去支持一下啦 最後呢 又來到了鮮料時針啦 第一個想要先跟大家分享的是 踩覆盆煤 最近真的是超多美國可以踩的 那我們上週去Crossberry Farm 踩了覆盆煤 那最近呢 他們又有藍煤可以踩 還有七月底的時候有草煤可以踩 就是有各種莓果 吃不完的莓果可以踩 而且我真的覺得就是 比你在超市買的還要甜很多 就算是那種 你覺得比較沒有那麼紅的覆盆煤 吃起來不是只是酸而已 它也會有甜味 那一盒就是我們是買小盒 藍色的盒子是5元的加幣 那你5元加幣呢 你就是看你可以堆多滿就多滿 就是看你堆的功力 那覆盆煤其實也非常好踩 我覺得超級適合帶小朋友去踩的 它其實有些覆盆煤 都是藏在比較底下的地方 比較深處的地方 所以小朋友其實可以 不用像大人一樣 這樣一直彎腰蹲下去 他們就可以很輕鬆的這樣踩起來 所以我們那天呢 就有跟朋友的小孩一起去踩 那朋友們真的都玩的超開心 他們很快就可以堆滿一個小山了 然後大人就是在聊天都給小朋友踩 我們那天還有吃的鬆餅 就之前很多人都有推薦 一定要吃鬆餅 還有那種放在玻璃罐裡面的派 也都很好吃 所以昨天整個甜食吃的有點太多了 最近除了覆盆煤之外呢 還有藍煤也開始可以踩了 還有一個活動要跟大家分享 我們上週去看了 BC中樂團的表演 那我覺得真的是 蠻顛覆我對傳統音樂的想像 表演真的比我想像中的更有趣更活潑 其中有一個表演非常非常精彩 就是它是環繞式的表演效果 表演者不只在台上 他們會到表演場地的不同地方來做演出 所以你會有音樂環繞在你左右的感覺 真的超有趣的 就是第一次體驗到這種表演 那如果大家對這個BC中樂團的演出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follow他們的IG臉書 還有Youtube頻道 去追蹤他們之後還有哪些表演演出囉 還有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最近很多人都去爬山去露營了嘛 在BC省有三個公園呢 你都是要有Dair Pass 就是你要先到BC Park呢 去申請一個Dair Pass 你才可以到那個公園裡面停車的 其中有Gary Barty Golden Year 還有Joffie Lake 這三個省力公園 都需要有Dair Pass才可以進去的 所以大家記得要提早去預約這個Dair Pass 那7月28號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也可以參加 累有人舉辦的Joffie Lake日遊 就是帶大家去爬山 還有幫大家拍照哦 所以呢 如果喜歡爬山 也很想要去Joffie Lake的話呢 可以私訊我哦 Joffie Lake真的是蠻漂亮 它裡面總共有三個戶 它的難度呢 是中間偏難一點 來回我印象中 我們大概走了4個多到5個鐘頭的時間 今天真的是分享了非常多的活動 希望大家都可以有時間去參加啦 就是大家都可以去體驗一下 祝大家都平平安健健康康的 那我們就下下週見啦 拜拜